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侯友宜副手曝光 将由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搭配参选 国民党部洋溢团结拼胜选的气氛 那最后一个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我特别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副总统参选人 最有战斗力的赵绍康副总统参选人 辉为29年赵绍康重批战袍 跟侯友宜携手迎战 国民党团结 国民党胜利 蓝衣乐观侯兆沛 是本土兰跟战斗兰的结盟 再加上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列部分区第一名 国民党后召蓝军归队拼胜选 我真的就是零为寿命 选战不好打 这个我一辈子 从来没有做什么是容易的事 容易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到我身上 真的啊 从一路走过来 都是要奋战到底 我们可以分工了 北北基宜是我来跑 中南部 侯市长负责中南部 这样大家分工 蓝军必须要归队 蓝军这个时候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想法 必须要集中意志 集中力量 集中选票 这样才会赢 蓝白河国民党等到最后一刻 前一天 军月饭店的柯国会 网友痛骂 摆明是鸿门宴 柯国想要做掉猴 柯国背信弃义 堵书翻桌 实在丢人现眼 极度羞辱国民党 国民党在这一段期间以来 秉持最大的诚心 最多的耐心 合作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轻言放弃 各位同志 最后关键的时刻已经到 我们只有全党 团结一日奋战到底 为台湾人 为台湾人 打劲到底 蓝白河的火车不出发 但侯友宜夺回主导权 跟赵绍康 侯赵沛 双引擎启动 向2024总统战 全力冲刺 先前蓝白签订六项共识 实在让不少人士气大政 觉得政党轮替有望 但最终柯文哲还是脱队而去 那么是不是让人看到 他的反复无常呢 在2018年时他曾经说过 选举是一面照妖镜 那2024大选 到底照出了哪一只妖呢 我们来看事实上在过去 2014年他选市长的时候 他说他任内不会加入任何政党 结果2020年的时候 就成立了民众党 他的解释是说 不加入任何政党 那是他第一任的政见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9月28号的时候 他说蓝白最后一定会合 可是10月15号的时候 又变成讲说 让你选你也不会选上 到了11月15号呢 终于四巨头会面 然后签下六点协议 但是呢三天之后呢 这个签字就翻脸不认账了 好 那么事实上在昨天这场 所谓的蓝白最后的整合的 这一场的会议桌上呢 当时候有余问他说 可不可以公安简讯呢 结果柯文哲还点头 但一分钟之后呢 他就炮轰轰一说 你这么说出来 是名嘴侧翼的做法啦 好 我们看到呢 事实上在过去 柯文哲他自己是不是 也很喜欢把人家 跟他私下讲的话 给说出来呢 在访日的时候 他呢自爆说 自民党的干事长表态说 台湾是没有办法加入 CPTPP的 然后呢 AIT打电话给他关心 蓝白整合他也说出来 而他也掀出了 占有郭台铭 其实是已经要退选 底牌早就已经亮给人家看 所以啦 柯文哲是不是 真的很善变呢 这是不是也变成了 蓝白破局的关键呢 好 先前他自己找了 马英九来当见证人 就昨天呢 就又把马英九说成 是一个重量级的 不速之客嘛 那今天蓝白分裂的关键 到底是不是就是因为 柯文哲真的是 太过反复 太过善变呢 赛将军怎么看 这个事情啊 据我讲 大家好像全民共识 不是下架民进党嘛 对不对 但你看看这两个 何友宜跟这个 戈台铭 哪一个是真的想 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 何友宜一忍再忍 被人家耍成这个样子 他还在委屈求全 那柯P呢 在社局 一下换这里 一下换那里 你有诚意吗 有诚意 有信心就很好谈了嘛 还要换地点 马办又不行 军阅 我跟你讲 只有死人才看风水了 你要谈 哪里不能谈嘛 你开诚不公谈嘛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政治人物要有点诚信吧 你当初签下那六点协议的时候 你难道不知道 民调误差3%吗 那事后再来在这里挑毛病 第三个 我比政绩好 我请问柯P你在台北市搞了八年 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连一个巨蛋都盖不出来 几乎没有 台北市从跟八年前没有改变嘛 拆了一个天桥 就是他唯一的政局 新北市至少还比你做得像个样子 比政局 第三个 比政党能力 当初国民党要提出政党的 因为国民党再怎么样 他还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嘛 你民众党有几个人呢 你有多少个地方组织呢 你多少个村里长呢 有多少个立委呢 有多少个县市长呢 那国民党把这个已经让步了 用全民调 你让全民调又翻盘 昨天 我们去查一查 柯P跟郭台明一共 见面多少次 这一个礼拜 这十天 见了五次 见五次干什么 不是四次 三天见四次 前面加起来就五次五六次 就在设局嘛 你讲他是捅哭 还是说拉偏价的 两个打一个 因为他吃地头有一口才不好嘛 我们看了这么久 我讲 侯有一口才真是不行了 跟那个柯P两个怎么能斗呢 柯P反反复复 花蛇颤莲花的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比一个 我讲难听的 这个不是个大男人 回去又要老婆 老妈 又靠又叫 对不对 那郭台明怀了什么好心呢 对不对 那就是两个 非要拉着三个人 打 我们从小打架也知道 要拉王杰派呀 对不对 可是你马主 马英九是你请来的 对不对 你怎么能讲他是局外人 我讲难听点 郭台明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讲这个话 你拿什么东西跟马英九比呢 马英九都很客气 我不讲话 当然一个工作人 你在那里讲什么废话呢 什么局外人呢 你问问他们做生意的 我听他们以前做一些小厂商 做得很好 就被郭台明给病掉 怎么病 下一大堆订单 你高兴了 又扩厂买机器 等到你买好了 藏好了 把病单一抽 搞得人家家破人亡 这种就是一种 欺善怕恶的一种 大公司去整这个东西 今天你来搞政治 对不对 就是育苗那点功劳 就要人家捧你当总统 你还要当统窟 还要当裁判 还要兼拉偏架 让是看不下去了 国民党好在 我早就劝国民党自己 团结起来干嘛 对不对 你找这种小人合作 我跟你讲 将来的联合政府 我也是不看好的了 你看欧洲这几个国家 凡是有联合政府的 有几个搞得出来 德国的总理 跟他的外交部长 就是弄不到一堆去 你再看看柯P的候选人 不管泛蓝的 或者是浅绿的 你看那些人 那些名单像不像样子 合作有好结果 没好结果 所以口才不好的柯P 找到赵少康是绝配 赵少康什么舌战场合 会输人 对不对 和我有一 唯一的优点就是 老老实实做事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早就想 国民党早该奋发 奋起了 不要去依赖了 跟那个小人合作 是没有好下场的 就算合了 我都不看好 好 柯文哲过去说 他要比民调来定胜负 而且六项共识 他也签了字 结果后来呢 昨天和侯与会面的时候呢 他又不谈民调了 然后呢 只是不断地跳针说 他要最强的组合 也让侯友宜酸 他说自己签的名要负责啊 好 柯文哲在整合的关键时刻呢 是让幕僚出来帮他翻脸 然后要做关键的协商时 还要找柯文哲来一起帮忙维士 那么像这样子真的是 具有领导人的风范吗 将军怎么看 这个东西 所以一个人没有诚信 你简单的算数 你不会算吗 正负3% 对不对 因为国民党放弃了党的优势 跟你谈全民调 那当然你得承认这是现实 我刚刚讲 受死骆驼比马大 对不对 我刚刚无论立委了 县市长了 这个李林长的地方派系 他都是比你大 那你今天搞全民票 你自己反悔 你这个人有诚信吗 我跟你讲 政治人物最糟糕 就是没有诚信 没有诚信怎么合作 合作相对也是被卖掉 你不是被敌人打垮了 是背后戳刀的了 我们搞一辈子 搞作战的 搞这个 我们不是 面对的敌人我不怕 你后面的背叛 那个力量才是恐怖 对不对 一样道理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好谈 国民党奋发向上 尽一切努力 也不见得是完全会输了 今天毕竟还是有六成的人 要翻掉民进党 今天大家能指望 民众党能翻吗 我们就讲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合的好处 民进党你应该看得出来 你这个党还在一个 刚刚发展的小党 你是不是要培养人才 培养仰望 那你今天合 不管你是副手 你拿到监察院 拿到立法院 你还可以培养很多人才 你哪里是 有为了民众党在着想 你哪里是为了要 下降民进党的 大家的共识去着想 完全寄忘了 你个人情绪上 这个人你看 眼光飘忽不定 讲话 昨天的今天不一样 连个谈话的地点 就这样搞 我是从头 不看好这个政党 我跟你讲 这次搞垮了以后 他一定泡沫化了 国民党会受伤 但是受伤也不是坏事 组织再造 重新再起 我是看了四年以后 我不认为 人家讲 这一书是八年 不见得 因为民进党 做的这些烂事 已经老不信 都看了很多了 再来四年会变好 加上战争的 威胁就越来越大 老不信自己去选 四年以后 就算这次输了 四年以后 我也看好 我觉得 至少 民企可用 对不对 因为太多人 把民进党那一套 看穿了 我每次一听到 什么国家队 什么超前部署 什么特别预算 我全身鸡皮疙瘩 大家都起来 那不是搞钱的东西 是什么 你看得到什么东西吗 风电 好吗 电缺了 连个蛋都搞不定 你问我 从香港进口的 大陆鸡蛋 几块钱一个 也跑到巴西去买 蛋不会坏 对不对 这种里面太多猫腻了 我们是局外人 我们只看到 八千亿 九千亿 就这么无尽无止的花 一个数位部 出国预算编多少 你世纪会议 不是你的专长吗 哪有这样子搞法人 这个党就是搞钱党 我说觉得 他们就像梁三伯 大口喝酒 大块吃肉 大秤分 金银 这是他们团结的力量 等到没有金银可分的时候 你看看 不过将军 今天徐晓星出来爆料 他说其实第一次的蓝白会的时候 就是黄珊珊跟金谱中见面那一次 两个人见面的第一句话 这个黄珊珊就问金谱中说 你们要查潜见国造案吗 所以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蛮讶异的 因为说实话 现在国人对潜见国造案 如果有所怀疑的话 让司法还给黄树光 一个清白不好吗 不是 潜见案为什么大家 那么多人存疑 我们搞军事都知道 你是八国联军的东西凑 合不合得起来 所以这个潜见 我就跟以前的那些诈骗案一样 另一个案子 到最后 不够预算再追加 再追加 搞到最后 他民进党下台了 这个烂摊 你们国民党去收吧 就是这样 潜见哪里是 你讲的那么容易的事 对不对 而且你这个潜见 顿位数 作战的那个细数 你根本没办法跟对面比 搞不好你变成人家的靶子 对不对 潜见是要 我以前也主张要买潜见 九流飞弹危机 我一直在鼓吹潜见 但是我要买的是 德国货的203 209 它有fuel sale的能力 它可以潜下去两三个月 你这个没有这套东西 你就是几个钟头 要浮起来换气 所以这个东西 你不能巧立明目 真的是在诈裁 这我们搞军事一辈子了 你看跟美国合作 搞些手榴弹 AK步枪 地雷 这能打吗 那用人命去换的 今天 民进党完全是 美国的附庸 叫你台积电搬 就搬 搬到美国还不算 还要搬到日本 还要搬到德国 你哪一个厂商说 我自己厂通通出去了 我还有生存能力吗 跟人家去竞标 还有活路吗 护过神山 谁护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做见自己 莫此为甚 美牛你要吃 核食你要吃 机器 什么这个 EGFAS 什么你一样也没换到 都是空投支票 就这个政府做的 花钱买外交 现在眼看了乌拉圭 又要丢 丢了八个国家的部长 还存在 农业搞得一塌糊涂 他还升官 有这个理吗 今天我不讲 民众党和国民党 你比人才好 国民党随便抓几个都可以 李正元这些 都是很好的人选 对不对 夏立言 夏立言会比你吴钊燮差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大家老不信 尤其年轻人 不要被科皮骗了 骗到最后 就是你上战场了 没有别的了 No choice 对不对 你跟明 讲起来 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绿的 他自己也承认莫绿的 对不对 反反复复 今天跟你合 明天就跟你翻 这种人你是当合作对象 你交朋友都不愿意交这种朋友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何况 战友 那美军就讲的叫 partnership 我不靠上面 我不靠什么 靠我旁边的战友 今天国民党选这个战友 自取灭亡 我告诉你 无怪我很多 我很早以前我就在这里讲过 我并不指望这个玩意儿 好 不过昨天柯文哲和郭台铭 原本似乎是信心满满 认为呢 因为他们二比一 有机会可以让口才不好的侯友宜落居下风 但没有想到呢 他们的剧本似乎是在侯友宜念出了 柯文哲的简讯之后被打乱 那么同意侯友宜公布简讯的柯文哲呢 后来铁青这脸是直接批评他说呢 侯友宜的做法叫做彻翼的手法 可是过去柯文哲访日时 他反台也是一样啊 就直接说日本执政党的干事长告诉他说 加入CPTPP是不可能的 结果自民党的干事长还跳出来打脸 他说没这回事 没有见过柯文哲 柯文哲他也揭露说 AIT致电来关心所谓的蓝白盒 也逼得AIT出来澄清说他不会选边站 过去柯文哲说选举系面照妖镜 我们要请教一下宾哥 这一次的选举到底照出了哪一只妖呢 我觉得昨天当然就是柯P 我猜他应该是没有想到 那个侯友宜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侯友宜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公布这个简讯 结果他就直接说你公布啊 就可以啊 然后结果他发现你怎么会讲这个 吓到我觉得他大概是忘了 因为他跟侯之间其实通过简讯很多了 所以我就觉得 当然有的人就会去帮侯辩护说 不是帮柯辩护说 你怎么可以公布这些东西 这是私人的东西是第三人 你公布我的就算你怎么可以公布到牵涉到郭董的东西 那但是我必须讲 其实大家去看郭董 郭董前天 那个时候他本来不是发一个 在脸书上发个新闻稿说 他已经约了柯文哲跟侯友宜 然后到他家要会商 结果侯友宜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结果郭董不就把他们之间的这些相关的全部透露出来 请问一下郭董是问了侯友宜还是问了柯文哲 都没有 那柯文哲当初怎么不谴责一下郭董 也没有 那刚刚你们也举了很多例 就是柯文哲在抱别人料的时候 从来没有在乎过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他的个性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是很主观性的思考 当事情牵涉到他的利益的时候 他就会去想 哪个东西是合理哪个东西不合理 昨天最趣味的一个事情就是 因为郭董昨天直接就是以指指帽攻指指盾 就是你不是一直讲公开透明吗 那我们就来公开透明 全程就公开透明 那今天柯文哲有道歉 他说为了昨天的闹剧道歉 可是柯文哲还在强调说 昨天他本来是希望大家进去协商 协商之后在一起对外公布 那这不就完全违反了柯文哲 过去所一直主张的公开透明吗 而且我个人是认为 就是协商的过程是不应该公开透明 因为你公开透明就没办法协商嘛 你很多大家彼此要让步的 或是你跟你的主张可能要稍微做一些改变的 你就没有办法讲出口 因为这么多人瞪着你看 所以你要保留这种折冲的空间 就应该要撇除外界的干扰 让他们去协商 那可是问题是 柯文哲过去一直这样讲 但是等到自己在最关键的蓝白盒的时候 他自己跟郭董还是选择密室协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 什么事情对他有利的时候 他就选择对他有利的那套办法 那当然又衍生出另外一套说辞 就会变成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这是浮动的永远都不一样 那标准浮动不正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骂民进党的东西吗 我们这七年多来我们一直在骂民进党 就是绿能你不能嘛 民进党做什么都可以 别人做什么都不行 这就是我们质疑民进党最深的地方 那如果说柯文哲现在也在质疑民进党 可是自己如果做的方式也跟他一样 那请问一下 我们到底应该要相信哪一个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可以理解 柯文哲有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想那么多 我觉得 因为我跟他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他很多东西就是直觉性 他认为要这样做就这样做 没有去想一个连贯性的道理 我常觉得他的逻辑是跳跃 所以 如果你自己个人一个人 你不影响到社会公众 你要跳跃你的逻辑 那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现在是一个政党的党主席 未来也是有机会 可能成为中华民国领导人的人 那你的逻辑是这样跳跃 请问一下国民要怎么跟上 你自己的政党的党员又要怎么跟上 那你每一次 你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回去你家里的人哭个两声 你出来又变成另外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的你才真正值得相信 我觉得接下来 在剩下这一个多月内 柯文哲肯定会面临这些质疑 柯文哲自己要想清楚 你怎么样去应付这个东西 昨天的侯哥会面不欢而散 蓝白河最终也破局 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主战派的黄珊珊 她的脸书被网友给灌爆了 痛批黄珊珊自私 她自己有不分区 但是却会害柯文哲失业吗 民众都会这么生气 恐怕也是有原因 因为原本蓝白河看起来 好像只差临门一脚 但是黄珊珊包括在民调上面 她其实有不同的认知 然后她抢先表态说 柯文哲一定会选到底 昨天主帅闹僵使 她也上去地址条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选恐怕会 这个单独选的话 应该可能会落选 那么有可能会保送民进党 但是不管怎么样 黄珊珊不但能够呢 这个得到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那么是不是她哥哥黄树光的 潜见弊案就能够安全下桩呢 所以很多人说会不会整场局势 看起来黄珊珊就是最大赢家 但是那又有谁在帮台湾的老百姓 为大家的身家安全 还有幸福来着想呢 沈丰老师怎么看 这个我也不希望 因为蓝白不合之后 柯文哲就被说得一文不值 这个我也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我们就事论事来看 有几个是 我觉得即使两边合了 他都应该对社会做交代的 第一个就是整个的民众党的不分区里面 有黄国昌 有陈昭之 有这个很明明白白明明显显的台独派 而且是间接的台独从来没有改变的一个态度的情况下 那蓝白之间将来怎么办 其实我是等到蓝白合之后 我第一个要发问的这个问题 这个大家不能逃避 因为逃避这个是在骗显民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完了之后 大家反而可以更来看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我为什么刚对上一个节目里面对寒冰 那一个说这一个的分裂没有什么不好 从此以后大家反而分得清楚一点 这个角度我很赞成的理由 在这里我就应该做一个定调定性 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组人 第一次叫做独立 就是台独的立派 立是独立嘛 OK 这个没有人不会反对嘛 赖青都不会反对 小门钱都不会反对嘛 第二个叫白绿 是民众党白色 但是绿的底子是相当多的 白绿 我想这个他要否认大概也不容易了 也不容易了 第三个换栏 反正就是一个本土栏战斗栏也好 一个这个什么潜栏 深栏也好 我想这个大概也没有 那假如从这样三个角度来看 国民党面对这一场选举 是尚有可为的 没有悲观的理由 没有乐观的理由 没有悲观的潜力 因为就台湾的选民结构 这样下来的结构 你现在假如我们把它定性成这三个的团体的话 你觉得对国民党一定不利吗 请各位想想 对国民党一定不利吗 所谓的中立显民 是在什么情况是中立 就是柯文哲摆开了民进党 摆开了台独 摆开了立之后 甚至摆开了财团之后 他对中立显民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当你的副手摆着一个星光大财团的公主的时候 那你请问你这个中立显民的呼喊跟呼召 是不是就会有问号 最后我想待会儿有时间 我们还可以真的再谈谈的 就是潜见的问题 当马文精被整个民进党依着潜见 而这个潜见的问题是 因为黄曙光说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 然后抖起来之后 整个民党攻击马文精的时候 请问除了南京以外 谁出来替他讲过一句公道话 而这个的背后就是谁 就是黄曙光 那假如政党有轮替 你觉得黄曙光还能够继续主宰潜见的国造吗 那不能的时候 那一本战本拿出来晒太阳 尤其有一个叫郭席在里面的时候 你觉得这本战本经得起考验吗 当我们把这些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一天真的蓝白合的时候 我也会用这样子 要来询问整个的黄珊珊 因为他代表这个白 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救赎论事 我们大家必须要去面对的 好 那么事实上今天赵绍康 他确定要担任侯友宜的副手之后 他也跳出来说话 尤其是他也针对这个潜见国造案 曾经有发言了 那当然他也是认为说 应该要来彻查潜见国造案 那么事实上黄珊珊就传出说 在跟这个金谱宗会面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说 蓝军要查潜见弊案吗 但是我们就想问了 如果说黄树光真的完全没问题 透过司法调查还给他一个清白 黄珊珊不是应该要感到高兴吗 嘉庆怎么看 潜见国造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正常人都知道 他问题太大了 那他现在呢 我因为一直在追这个里面的相关的猫腻 我听说他的那个厂长 负责海军造这个厂的厂长 现在家里头是能够住洋房 跟开名车的一个状况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就不能办 这个谁当总统 或是说谁要选什么不分区 这本来就是一定要办到底的事情 这个没有什么不能办 那而且说实话 我相信国民党里面很多人 在军系里面的关系 跟人脉的掌握 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厂长是谁 跟家住哪里 还有他亲戚怎么样 其实国民党早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作为在野党 尤其又一再强调的政党实力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 要展现一下 尤其现在是选前 你平常大家可以漠不关心 或是大家装容作哑混过去 那现在要选举了嘛 如果说像赵大哥在说要追这个事情 那金普松跟黄珊珊会面有讲这个 徐晓星的爆料 那也可以说一下这个消息来源到底是谁 你就逼黄珊珊说嘛 黄珊这个金老师这边有这样说啊 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讲 那还是说这是什么新的吵架版本 还是说蓝白合不成了 大家现在就比赛讲难听话 互相毁灭 互相伤害 这个到底会让谁高兴吗 那该办的弊案 今天就办啊还等了 赶快赶快去提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明镜的烂消费组合啊 已经登记参选 那么萧美琴最近呢 就被不断的这个用这过去的一些旧照片啦 以前的就问证的影片啦 绿营媒体就开始要造神了吗 好这个民事新闻就说了 政坛的安海色威啊 然后翻出了萧美琴以前的照片呢 说她哇长得有多像安海色威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安海色威本尊的照片 拿来让大家比一比咯 自己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像呢 好网友怎么说啊 网友就说啊 这根本就是造神运动吧 这个是在造谣吗 还有人说我看了什么 你有想过安海色威的感受吗 结果还有网友说 不是不是 我认为比较长得像西威斯史特隆 然后呢就找了西威斯史特隆 以前一张照片出来 跟这个萧美琴的这个旧照 可能是因为发型的关系 好像还真的有一点点像啊 不过呢 萧美琴在这个组成了赖萧配之后 召开了首场的国际记者会啊 开场立刻就用英文来展现出啊 她非常高超的这个英语演讲的能力 不过也被国际媒体问到说 那请问一下 这个年轻人面对低薪高房价 到底为什么要把票投给民进党呢 七年之后已经执政七年了 为什么还要投给民进党呢 就萧美琴的答案是什么 她说因为我们是最好的 We are the best 好了 这个没有方案就直接告诉大家说 我们最好大家真的要买单吗 好 过去赖清德呢 被这个年轻人抱怨说买不起房子的时候 他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房价已经在下降了吗 所以这就是民进党送给青年的礼物吗 好 那么来看到呢 事实上萧美琴呢 后来呢他还是有回应这个 所谓的高房价低薪的问题啦 可是呢他讲的你看看这个 有没有诚意来回答 他说你看呢 高房价和低薪等等挑战 其实啊是其他国家的年轻人 共同面对的问题呀 这个回答套路有点熟悉哦 因为过去呢我们看到经济部长王美花 也被问到说 怎么电价调涨啦 他说你看你看 法国跟韩国涨得更多哦 然后呢这个林又昌内政部长呢 也被问到说诈骗怎么逐年攀升 结果他的回应是说 你看你看新加坡德国英国诈骗成长了好几倍 所以只要推给别的国家更烂 就能够证明台湾真的是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吗 是地表唯一的一个福地吗 还是说其实呢 在这个民众关心的这件事情 在民进党眼底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吗 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这种逻辑可以通的话 那俄乌战争跟尾巴战争发生 民营党大概是爽呆了 为什么 因为随时任何人质疑政府 民营党可以脸不红气不喘蜘蛛 我们现在有加煞走廊这么惨吗 你该知足啦 你还有条命活着 是不是 不然的话 你希望我们民营党把他搞成这样吗 有人希望没有人希望啊 所以那民营党继续执政 知道吗 是这个逻辑吗 实际上肖美琴讲错啦 肖美琴跟那个国际这些媒体记者讲说 We are the best 其实不是啊 他应该 因为英文是辣母语啊 他中文可能没那么流利 他如果要用中文讲说 因为我们脸皮最厚 就这么简单而已 We are the bad guy 所以我真的觉得怎么好意思讲 因为说真的啦 现在一大堆人在吹捧萧美琴 说他长得像谁长得像那个 我如果要真的要这样讲的话 你知道吗 从二十几年前 我刚见过萧美琴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理由 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像帕牌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看到萧美琴的脸 我就觉得很像帕牌 大家不幸去看他下巴就知道 所以 当然 每一个人的长相没丑 那是个人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 你们照神也照得稍微像一点点嘛 安海社会 我那天特别用放大镜看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到底哪里像 除了同样有眼睛 鼻子 嘴巴之外 到底哪里像 我真的看不出来 性别 所以搞这种东西干嘛 其实我觉得搞这种东西 民进党可能以为说 好棒棒 人家说我们笑美琴很漂亮 人家网军根本是在酸你呀 我讲实在话 网路这些网友是在笑你们 你们还以为是得意 那肖美琴现在 其实照我看来 人家说他是来辅佐赖金德 我一点都不认为是 你看他对内政不熟悉的程度 到什么地步 他英文确实很好 没错 因为英文是他的母语 我想知道 他根本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定义的话 他根本有一半以上不算台湾人 但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是 台湾现在是多元族群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这个我们都不会去计较他的身份 只是 但是肖美琴对台湾真正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他对台湾的内政真的有着墨吗 他真的知道赖金德的政策是什么吗 他真的知道民进党现在正在把台湾带往一个火车对撞的状态吗 他知道这件事情吗 然后 好 他跟美国关系很好 好到 让台湾人吃莱猪 是好成这样吗 美国硬塞什么东西给我 台湾无条件照单全收 然后我们花了几千亿去跟美国买的武器 一样没来 然后最近送来的是什么 单兵个人装备 M240B 排用机枪 请问一下台湾去了是这个吗 对啦 我们的排用机枪也很老旧没有错 没有 205场可以做 是啊 我们本来有自治能力啊 有啊 那问题是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武器 不是啊 我讲实在话 帅将军最清楚 打仗 如果在台湾打仗 打到要用到排用机枪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人家直接打到你家来 那个时候台湾还剩多少人能活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一些是萧美琴 你说你在驻美跟美国人关系很好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说服美国人放弃这个战略 能够保住台湾人性命的战略 你应该要去说服美国人啊 你这一点都做不到 你告诉我你跟美国人关系很好 不是 不是小美琴跟美国人关系很好 是你是被美国人利用的非常好 美国人利用你来害死台湾人 这就你小美琴最大的功能啊 你还没有觉悟吗 好 不过面对外媒直指说 年轻人很关注低薪跟高房价的议题 小美琴回答说 他知道年轻人很焦虑 可是这也是其他国家的年轻人 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呀 好 过去台湾缺带还涨电价 引发了民怨 当时民进党告诉大家说 其他国家都过得比台湾更惨 那么依照民进党的逻辑 难道台湾真的是地球上最幸福 唯一仅存的福地了吗 那我们看到 虽然说也许外国人真的是 比我们活得还要更惨好了 但是面对这个绿油有吃香喝了 难道我们的年轻人 真的不会感觉有相对剥夺感吗 盛冯老师 是 这个小美琴像不像安来思维 跟我什么关系 就他像有什么呀 对多数的人轻人 对台湾的明天有什么关系 跟我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不晓得做这样的耿途 跟做这样的宣传 是在干啥事的 我们要的是 你能给我台湾的明天是什么 今天你已经执政快八年了 你被问到这个低薪 高房价议题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 说我们其他的国家比我们还惨 其他国家有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 要解决的问题 今天你是我们的领导人 我的税金是交给你 我是把生命财产安全交给你 结果你告诉我 你看隔壁那个更差 是这个道理吗 那我交的税金是给谁 谁拿我的税金在那里享受荣华户贵 这种话答得出来 所以那是空心债啊 那是空心债平方四次汪五次汪六次汪 那是烂债啊 那已经不是空心了 不是你想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通的 不要告诉我哪一个国家比我们烂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国家里面 那其他比我们好的部分 社会无力呢 生活条件呢 你这些为什么你不跟我讲呢 这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执政了将近八年 要最满的民进党 交不出任何的成绩嘛 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挑战就好嘛 前瞻计划八千四百亿 已经八年了 请你告诉我一个政绩 八千四百亿呢 不是八千四百户呢 花了八年了 政绩在哪里了 不然我告诉我评评一下 有吗 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要告诉我们这些听得很逆耳的话 因为这些逆耳的话 除了证明你们心中无人民之外 就是你们真的拿不出任何的成绩出来 好 最后说我跟美国的关系很好 你跟美国的关系很好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很惨 你知道吗 很好是你的私人关系 说不定 那是你 你的很好是我们互助吃毒株的代价 吃毒瘤的代价 你的很好是把台湾搞成了兵凶占围的台湾 你的很好是我们不断的5G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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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交货 你的很好是我们的兵役 被美国逼得四个月变成一年 这就是你跟美国很好的代价 跟美国好好什么东西 好的结果是台湾的兵凶占围 好的的结果是我们互出了大把的钱 拿不到我们要的东西 你好什么东西 还好意思说 真的 非常的丢脸 说你不下当是刚刚好而已 赖清德今天也接受了时代杂志的专访 他说民进党要维护台湾的主权 但是他不会认同统一的幻想 但郭正亮就质疑了 怎会有一个人选总统 把自己定调成为反一中的大将呢 就算蔡英文上一次大选的确有卖芒果干 但他不会公开表态他反对一中 赖清德的态度到底是他已经藏不住台国的DNA了吗 还是说其实是他希望大陆赶快针对他的做法 或者是说法来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反应 让他可以再卖一波芒果干吗 嘉庆怎么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要跟盛逢老师说一下 这个安海瑟威到底像不像这个事情 不能说他不重要 这个是认知作战的一环 他们在选举的时候 是常常喜欢给全台湾来致力测验的 你不要忘记 所以这一关是致力测验 你一定要过得了 肖美琴到底像不像安尔海瑟威 你眼镜度数不够要去重配度数 你看肖美琴到底像谁 我投史特隆一票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从小就喜欢史特隆 Sylvia Sterling 尤其他演John Rambo的时候 John your country need you 好不好 我觉得肖美琴的那个表情 我们这张cue一下那个照片 大家看一下 肖美琴那个表情 有没有神似约翰他的上校去找他 跟他说你的国家需要你 他就说I love my country 肖美琴像不像史特隆 这个我是投史特隆一票 同样的我们再回来讲 他们文化大革命 从太阳花玩到现在也玩了十年 台式的文化大革命 你再会玩 中共老毛死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 这已经最大的 人类文明史上的大祸害之一了 在台湾蔡英文的台版文化大革命 你觉得它还能进行到什么时候 刚才在讲 赖清德 肖美琴 这些都在骗外媒 说那个还有很多人比我们惨 那当然有很多比我们惨 对不对 我们看到总统跟你们这些权贵 吃海鲜是日常 吃鱼子酱 吃什么法国牛排红酒的 我们也知道那是你们权贵的日常 在我们小时候 我们听到的是 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所以我们压力都很大 然后二十几年前 新加坡突然超过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新加坡行 台湾为什么不行 那时候已经有点自责了 现在我告诉你 大家骄傲得很 乌克兰可以 台湾也可以 各位 这个执政者要你做的是什么 乌克兰人可以这样去死 台湾年轻人要做好心理准备 到底比什么呢 好的学不到 坏的不用教吗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是真的 那现在就真的告诉你 这句成语是倒过来看 就是真的 今天整个给你upside down 告诉你 错的要想办法变成对的 要把这个没有教养的事情 变成是我们标榜高举的这个价值 这是我们台湾现在现有的状况 记得不要再不满足了 好不好 但是还是要说一个实话 东京都我一个房子 我一个朋友去那边买了一个房子 他准备让他小孩去那边读书 在东京都里面 离地铁五分钟的时间 两房一厅 八百多万台币 东京都啊 那如果在我们台北市区呢 今天谁来还我们一个公道 这些执政者 赖清德 萧美琴 出来跪着跟大家道歉一下 说明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昨天国防部公布一年期的义务意义男 将在明年的一月二十五号入伍 同时啊 也要改回原本以前过去就曾经有的 TNT爆破 机枪空包弹射击 还有烟幕弹的释放 模拟战场警抗的这个震撼教育 会重新出现 蔡英文总统昨天前往成功领市岛 义务意义新兵入伍训练 还特别问义务意义男说 辛苦不辛苦啊 值不值得啊 当然不值得这句话 义男们当然是不敢说出口 可是我们看到昨天蓝白河一破局 这消息一传出之后 观光旅游股立刻暴跌 然后军工股就拼命的大涨啊 所以显然是不是赖清德说台海很安全 老百姓看起来好像不太相信 没有买单是吗 帅将军怎么看 这个他讲的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每个兵都受过这个训练 有什么稀松平常 在铁车往下面爬 上面那个机枪的空包弹劈里爬了 成功领的大专兵就有了 大专兵都训 不要说正规方位 属性就有了 对不对 我们还训练的比较更难 排战斗攻击是 持弹各班交互前进 那也还有危险性 所以这个时候也有什么值得讲 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战争是以前 我们那个时候打的战争吗 对不对 我从2000年我就讲 2005年 中共的军力跟我们是悬崖时的落差 我很早就写过这个文章 因为事实上如此 现在你说靠以前的这种纯步兵 去守海岸守备 各位想一想 你们也看过好莱坞的电影 海岸守备就面临 罗曼迪登陆的场面 飞机炸 导弹打 箭炮打 两栖登陆车的战车上的战车炮打 战车上的机枪打 那是火力最密集的摊头 你叫我们这个两脚步兵 去守 去守 因为你装甲部队是要留在 等着人家登陆上来再去反击的 你不可能 躺个车摆到岸边也是一样被揍了 他一定是在隐蔽的后方 所以这个义武兵比炮灰都不如 罗曼迪登陆的时候 德国还做了很多碉堡 对不对 所以让美军的死伤很大 我们的碉堡在哪里 我们往年的碉堡早就被封掉了 对不对 也不做新的 我们的金门能坑那么久 是靠坑道跟碉堡 马祖也是一样 那台湾你要打回到以前这种 传统战争 用机枪 手榴弹 地雷 你面对的是敌人是什么呢 人家根本还 你还没看到人家登陆 你后面已经被炸得一塌糊涂了 等着登陆上来 这些义武御兵不是送死吗 好 你说我拿这个义武去补这个 自愿域的不足 我们自愿域缺很多啊 讲了半天不到五万人 你不要以为十七万人 空军 海军 跟地面部 其他情务部队一分掉 真正能打得也只有五万人 那又大批的兵提前退伍 那你要补 好了 森佛 你拿四万多 我拿六千多 晚上你多占两百 重逢的时候你去啊 我拿的钱比你少 你叫这个带兵官怎么带 这个混杂的部队怎么带 那我带了几十年 你别很清楚啊 对不对 大家待遇一样 任务就命令就去了嘛 对不对 你待遇差那么多 你怎么带 第二个 这种部队如果要打 你就应该给它 分配的战术位置 盖碉堡 挖坑道 设安全寿司嘛 要不然的话 第一轮轰炸 不就通通炸光了嘛 那个机枪 我告诉你 205厂在罗本利 当董事令的时候 就买了全自动化 造枪的设备 机枪 步枪都做得出来 没什么不得了的科技啦 对不对 还说要到 跟你美国买一碗 我在美国国会里面 我公开讲 You sell us a Taiwan model same like the garbage model 我说你卖给台湾模式的武器 就是垃圾货 我公开讲 你给我15分钟 那个Kino speech 我就在George Town里面讲 你下面听的都是CIA 跟国防部的官员 我搞军事的东西 我搞外交搞了很久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最近我只听到一项 让我有点安慰 就是陈永康提的 将来要主张叫做 战场图像 这就是当年 我们把C4ISR拿来以后 把战场的每一个情报 都显示在一个 整合的荧幕上 你是个笨蛋 你也会指挥打仗 因为所有战况都很清楚 但是我们到现在做不到 因为当初 我跟Kirk Campbell 谈好的C4ISR 我们政府只买了一半 半套 这个东西本来是要贯彻 到班长 排长手上 这很清楚 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们只到了旅级单位 就是经脉 任督两脉还没打通 所以你看 你现在这王定宇 这些国防委员会 你有一个懂的吗 还跟着美国那样去走 死胡同一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忙按个赞 韩国瑜昨天带着蓝营的小鸡 到中选会登记 他表示民党执政 贪污腐败 恨行人民受够了 当立委就要大声说出 人民的痛苦 不能当哑巴 要全力捍卫 有利人民的法案 让贪腐远离台湾 在蓝白河破局之际 韩国瑜也马上发文 呼吁百姓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蓝营一定不会辜负百姓的期待 虽然说今天侯友宜 搭档的副手是赵绍康 但是韩国瑜在立法院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也非常重要呢 沈默老师怎么看 这样子就是 先把这一关选过再送 不要再选这一关 就想大家要准备去主持立法院 这个想太远 而且立法院那个位置 要一个很勤奋 很耐得了苦 而且要是一个 很耐得了还的人 才有办法来担忆 所以先不要想那么多 现在先想 国民党赢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只有赢的策略 大家才会在 蓝白分类的情况下 对你开始产生了期待 这个绝对不是一张文章 相信国民党赢得 没有 为什么 明朝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